乌克兰考虑终止亚素海协议,讨论俄乌双方交换扣押人员条约,据俄罗斯观点报,12月5日报道,乌克兰外交部副部长瓦西里伯德纳尔在最高拉达乌议会外交委员会会议期间表示,乌克兰正在考虑终止与俄罗斯所签署的亚素海协议。 该协议目前在法律程序上尚未完全丧失效力,在议员提出废除俄乌签署的关于内陆害协议会造成什么后果时。 博德纳尔解释称,乌克兰目前已经向国际法院起诉俄罗斯赞助恐怖主义,以及在克里米亚欺犯或起,是人权乌克兰外交部副部长瓦西里伯德纳尔。 他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违反国际法条约的上诉,包括违反条约规定的亚素海权利和修建克斥大桥的权利。 由于目前正在进行提交程序和商定所有的程序差别,因此废除亚素海条约的问题,还正在审议中。 博德纳尔补充称2003年签署的协议尚未发挥效力。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称,如果我们单方面终止旅行条约,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方面承认条约无效。 早些时候,乌克兰赞成终止与俄罗斯签署的亚素海协议顿巴斯局势调解联系小组的基辅代表称,在克斥海峡事件发生后,乌克兰终止与俄罗斯签署的合作。 使用亚素海的协议问题,在实际上已经得到解决。 此外在明斯克举行的新一轮顿巴斯调解谈判中与会各方也,讨论了克斥海峡事件顿巴斯三方联络小组乌克兰发言人叶甫根尼玛尔丘克表示, 乌克兰政府建议俄罗斯互相交换被扣押者用在乌克兰监狱接近的89名俄罗斯人来交换被俄方扣留的42名乌克兰人。 马尔丘克在会议上说,我们相信我们对此已经强调过近90人,可以在自己的家中庆祝新年。 现在在乌克兰监狱里,关押着23名俄罗斯公民,我们准备用他们交换23名乌克兰人,如果俄罗斯同意,那么还可以用另外的66名俄罗斯人,换19名乌克兰人乌方保证。 所提出的这些建议将在27日前做好准备,交换程序,可以从27日开始。 此前,乌克兰检察长尤里卢层科宣布趁基辅,准备重新在乌克兰从事反国家活动,而被判有罪的300多名人员当中,选出一些人来交换在黑海被拘留的乌克兰水手。 俄罗斯总统普京指出基辅尚未提出交换问题,而且在调查结束之前,谈论这个问题,还为时过早。 乌克兰检察长还表示,乌克兰计划在未来几天召开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会议,批准对俄罗斯的制裁。 虽然乌克兰总统此前表示制裁只涉及俄罗斯港口和船只,但卢层科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曾暗示制裁可能会更广泛。 他认为有必要按规定程序,让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审议,对俄罗斯联邦个人合法人实施个人特殊经,及和其他限制性措施的问题,特别是冻结他们在乌克兰境内的资产。